自从这两天玩了一下暗黑4 我发现我的PS5手柄X键回弹不好了 我想问一下玩过暗黑4的各位同学 你们的PS5手柄X键还好吗 不可否认啊 暗黑4这款游戏非常不错 画面操作手感 还是那个配方 还是那个味道 高清的画面 小人加小怪 一通刷刷刷 操作使用逻辑简单 技能数装备升级一目了然 小怪一个个的也很亲善 玩得很爽 估计很多小孩子也能玩 我是很喜欢准备预购了 我感觉这款游戏唯独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手柄这个X键寿命堪忧 你们看啊 普通攻击 平A是X键 互动也是X键 开个大门也是X键 剪装备还是X键 我的白色的PS5手柄之前换了两个了 全部都是因为按键不回弹 或者回弹慢了 因为现在已经过保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解决这种按键回弹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款游戏如果不用加速器 根本进入不了游戏 我这边用的是北京联通 1000兆的光纤 默认裸联的情况 一直停留在游戏的主画面 正常游戏在这里 一共有三部提示 第一个是连接服务器 第二个是显示排队的时间 第三部是正在登陆服务器 然后会进入游戏 加载进度的界面 一套总下来我这基本上不超过一分钟 我这次用的是迅游加速核旗舰版 这款产品对安黑四做过专属优化 我用的是香港节点 在迅游的APP上可以看到不同的节点 他们的排队速度排名分别是香港大于日本 日本大于美国节点 如果这三个节点都解决不了 你那还是不能登陆 可以试试安黑四的韩服节点 这个也不错 安黑四这两天是免费公测 我在早晨下午晚上都测试了 整体上都是很流畅的 唯独是在周日下午有一次进入游戏 开头的部分出现了跳针 但是过一会就好了 体验了这么多次 从来没有在游戏中把我踢出来的这种情况 我对这款游戏整体评价还是很不错的 那在视频的最后 我还是要请教大家 PS5手柄X键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回弹了 也过保了 该怎么办呢 请发到评论区 谢谢各位